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可能会打乒乓球 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下 专业运动员的选拔也尤其严格 能够进入省队的球员已经是十分优秀的了 但是一山更有一山高 国家队的球员更是天赋一柄 因此 在激烈的竞争中 就有很多打不出成绩的选手选择出国打球 不仅有丰厚的报酬 环境也相对宽松 因此中国乒乓的海外军团越来越庞大 在乒乓海外军团中有一个人很特殊 那就是今年55岁的尼夏莲 说起他可能会有一些老球迷对他很熟悉 是与蔡振华同时期的运动员 16岁就进入国家队 还曾与郭月华一起获得过世界冠军 与当时一些知名的女球员相比 尼夏莲的成绩稍微逊色了一点 每次外战几乎都是胜利 只是在面对国内选手时 就是输多赢少了 这种情况下 他很难在国内众多优秀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因此渐渐地从国家队消失 随着90年代的出国热潮 尼夏莲也开始到欧洲打球 后加入卢森堡国籍 正是在卢森堡定居 从成绩上看 当时的尼夏莲在国内绝对算不上顶级球员 但是到了卢森堡 他就成为了国保级球员 水平也是顶尖的 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大赛 甚至参加奥运会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 他已经参加了五届奥运会 在2016年里日奥运会上 更是担任了代表团的棋手 而那个时候 他已经53岁了 作为一名奶奶级球员 尼夏莲时常会出现在赛场上 去年还曾击败日本的一名新星 15年的时候还曾击败了福元爱 今年55岁的他还在继续 2018国际拼联欧锦赛的参赛名单中 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除此之外 还有萨姆索诺夫 波尔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球员 值得注意的是 尼夏莲曾经获得过两次欧锦赛的女单冠军 老萨获得过三次欧锦赛男单冠军 其中尼夏莲和老萨在1998年的欧锦赛中分别 获得了女单和男单的冠军 时隔20年 55岁的尼夏莲与42岁的老萨 一同再次站上欧锦赛的赛场 能否将当年的冠军再复制粘贴一次 凭借这样的年龄参赛 绝对是拼弹的奇迹 55岁的尼夏莲 完全有可能再次斩获一个冠军 这个时候 参赛的意义已经远超竞赛本身 或许这才是乒乓球存在的意义吧 最后小编要说一下 尼夏莲虽然已经不代表中国队打球 但是一直用言行举止 在代表中国人的形象 他从没忘记自己的故乡 表示自己永远都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已经为这样一个热爱乒乓球的他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你们可以符记吗 东方的一样 设置 等 짧 importantly 上 Под的一样 解ulo着 解铁得 、 ấent ción 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